温佛名号 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 这一念不读我 一念 我们看到这个字 实实在在是 不了解一念的意思 什么叫一念 弥陀菩萨告诉我们 这一谈指 时间很短的 有多少个一念 那菩萨说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一百个千十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三百二十兆个念头里头的一念 太短了 就是这一念行 里面有行爱 听到之后欢喜 念念都有行爱之心 这个人 这个人 善跟父的姻缘 统统居住了 所以 他会归一三宝 归舍回头 一是依靠 从一切法里头回头 专门依靠 阿弥陀佛 离尽 如说修行 如说就是如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弥陀经上所说的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齐心动念 是思想错误的行为 言语 言论错误的行为 造作 是身体错误的行为 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 修正的标准 本经所说的 前面我们修过 第32评到37评 第六评经文 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律 内容是细数 无疾是人 讲得很详细 讲戒律 讲报应 相应苦 善有善果 我有我某 这是修行的起步 修行的基础 修正错误行为 那么就得大力 这个大力是经中所说的 无比舒适的利益 你身到极乐世界 那这个身 缓了 经上讲得很清楚 往生的人 把这个身体放下了 那为什么 身是生灭身 那不是我的 是一间人说 灵魂 灵魂 坐在灵花当中 往生的人 灵花花生 灵花开的 你上去了 坐在灵花当中 灵花喝起来 佛带着这一朵 这一朵灵花 到极乐世界 放在切剥池里头 人在灵花里面 就起变化了 这个变化 就是大力 灵花里面 得了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 不是物质 这个物质 之身 是阿类耶的相分 我们现在 起心动念的念头 是阿类耶的见分 阿类耶是妄心 不是真心 不是真心 所以这是虚妄的 在灵花里头 转八十 臣四肢 这是阿弥陀佛的恩德 阿弥陀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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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舍心菩萨了 舍个为词 别叫为词就更多了 舍住舍行舍会想 前面还加上舍心 要等到出地 才真正装拔石 趁死之 转过来了 多费精 极乐世界就在莲花里头转过来了 到底什么神呢 发信神 居住的环境是发信徒 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法通通是生灭法 有生有命 我们的身体 科学家告诉我们 基本的物质就是细胞 人身体有多少细胞 大概有六十兆 它是不断的形成代谢 老的细胞 老的细胞死了 排泄出去了 新的细胞 在饮食变成新的细胞 来换这个老的细胞 每一天 新陈代谢 多少个细胞 七千亿 单位是亿 七千万万 我们的细胞 每一天新陈代谢 有这么多 所以 前一秒钟的我跟后一秒钟 不是一个我 不一样啊 那么桌子也是新陈代谢 房子居住 以至于地球 都是新陈代谢 我又一样啊 不是生灭法 所以佛告诉我们 动物 有生老病死 你能够觉察得到的 植物 有生主一灭 旷物 有沉主坏空 这都叫生灭法 那么发性身的呢 是不生不灭 你得的发性身 受 受无量受 他没有生老病死 所以 永远 年轻 没有衰老 不需要饮食 不需要睡眠 这个身体 是我们 梦寐 喜求的 这身体多好啊 诸佛如来 是这个身体 法身 菩萨 是这个身体 住在 舍宝图 舍宝图 身图 都是 法性 变的 不是阿赖 舍宝图 那 里面 一正 庄业 二来也变得 本质 不一样了 我